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加拿大房产税的话题 为了能更好的明白什么是房产税 我们想先对加拿大的整个税务制度做个基本的了解 加拿大是个联邦国家 它一共有三级的政府架构 分别是联邦、省和市政 他们向三条平行的直线 分别对自己所属的层面进行行政管理和提供服务 比如联邦这一级 他们主要是负责国防外交和协调统筹省之间的关系 大部分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服务都在省这一个层面完成 比如说最主要的教育和医疗等等 市政这一级的政府主要是提供社区的基本的生活服务 比如说治安、警察、消防、路灯、公园等等 这三级政府之间很少有重向的联系 比如说很少有由上至下的这种拨款 所以他们有各自的收入来源 联邦政府这个级别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联邦的个人所得税和销售税等 省一级政府的主要来源是省的所得税、销售税和公司税 到了市政这一级就没有办法重复联邦和省政府的那些税种来进行收税了 所以他们主要的税数来源就是房地产税 那我们要交多少房产税是怎么确定的呢 我经常听到有人抱怨 哎,最近我们这里的房价涨了很多 明年我可能要交更多的房产税了 其实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你明年要交的房产税的金额 跟今年你的房价涨了多少是没任何关系的 你明年要交多少房产税 取决于你所在的市政府的预算有多大 或许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会影响到你的房产税的多少 也就是在新一年的房产估价中 你的房产相对于别的房产被政府高估了很多 现在要我们了解一下房产税是怎么算出来的 第一步,房产估值 房产估值不是由市政府负责 而是由省政府的估算部门提供 他们根据地产市场成交价格 估算每年7月1日那一天 所有城市里所有的房产的价值 并在每年12月公布 市政府从该部门获得自己城市每一个房产的估价 以及这个城市所有房产估算价值的总和 第二步,市政府做支出预算 大家现在看到的图表是温哥华市2021年的支出预算 预算总金额是15.97亿元 还富有支出的细节 大家可以看到警察治安是21% 消防占9% 供水排屋是24% 公共设施道路是7% 公园和康乐中心是8% 社区服务5% 图书馆3% 执照许可证3% 城市规划2% 债务利息8% 商业企业服务8% 等等 第三步,市政府做收入预算 大家看到的这个图表是2021年的收入预算 收入预算的金额也是15.97亿元 这样就可以保证2021年达到收支平衡 图表还向大家展示市政府收入的不同来源 地税占了59% 供水排屋收费占21% 剩余的就真的少得可怜了 许可证收费5% 停车收费4% 拨款捐款4% 项目收费2% 厂地出租2% 罚款1% 投资收益1% 等等 这个图表很清晰的显示 市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地产税 第四,算出需要征收的房产税的总的金额 总的金额是15.97乘59% 等于9.4223 也就是说 市政府2021年需要征收9.4223亿元的房产税 第五,计算出房产税税率 房产税税率就是每1000元的房产估值需要缴纳的房产税额 首先要知道全市总房产值 这个可以从省政府的估税部门获得 我不是很清楚温哥华市的总房产值 我现在假设它是3000亿元 那么房产税率就是9.4223除3等于3.14 也就是说 每1000元值房产需承担3.14元的房产税 有了这个房产税率 就很轻易的算出每一个房产因缴纳的房产税的金额是多少了 假设你的房产估值是160万 那你就有1600个1000 那么你每年需缴纳的房产税就是 1600乘3.14等于5024元 实际的情况可能会复杂些 因为一个城市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房产 有工业用房产 有商业用房产 有居住用房产 他们的房产税税率都是不同的 但是原理还是一样的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会